Dr. Dr. Dan, No plant to help skin 所以这个Aloe,就是Aloe Vera,就是那个芦荟胶的吗?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Jesse的小宇宙 我是Jesse,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 第23周、24周、25周这三周学习的内容 由于期间经过了2月14号情人节 所以说这三周的学习氛围很甜蜜 闲话少说,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孩子们在这三周期间到底学习了哪些内容吧 学习重点一,自然科学植物 植物的最主要部分分为植物的叶子 果实,花朵,金,植物的根,以及植物的种子 除此之外,老师还和同学们一起观看了 关于植物的纪录片,关于植物的很多书籍 了解到了植物和动物的关系 植物和人类的关系 植物的各个部分能够做什么用途 在小宇宙双语课堂这个系列当中 我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本书 里面详细地介绍了关于植物的基础知识 你应该了解到的关于植物的一切 以及老师在课堂上到底和同学们分享了哪些关于植物的知识 在这本书当中都可以找到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请点击我上面的链接进行查看 经过了三周的学习 孩子们在第25周进行了自然科学关于植物知识的考试 考试的内容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知识 比如说第一个题就问到了植物是如何帮助我们呼吸的 那答案是B,它帮助我们,它释放很多氧气 再比如说考试题当中的第五题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莉莉是如何跟我分享的吧 This is all about plants and herbs 所以这些gel from aloe plant to health skin 所以这个aloe就是aloe vera 就是那个芦荟的吗 对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 和sunburn quinine from tree bark to lower fever quinine就是葵瓶 对 它可以用来退烧 crust leaves from midterwood to stop ear aches 我不知道什么是mitterwood 但是我知道 it can help you stop ear aches what is the correct title for the list shown fruits from plants 我不知道是 nuts from plants 嗯嗯 medicines from plants 我们觉得我觉得 所以 put a dot building materials from plants 我觉得是medicines 再比如说第八题 植物的纤维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答案是B,可以用来做纸 每一个考试题都非常的有趣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影片的结尾处查看考试题的完整版 教学重点二 孩子们学会了物体的归属 比如说他们学会了如何表示谁谁谁的东西 要在这个人的名称后面加上一个撇加上一个s 来表示这个东西是他的 比如说 This is Mike This is Mike's dog Mike 后面加上撇加上s 表示Mike的狗 教学重点三 用动词来造句 孩子们进一步学习了动词 承接上一周的内容 孩子们不断的练习如何用动词来造句 使这个动词充分的表达行为 比如说老师会让同学们在六个词当中随便选三个词来进行造句 然后这边的六个词当中也选三个词来进行造句 再来就是巩固练习 左边都是主语部分 也就是动作的发出者 右边都是动作行为 左边和右边进行连线 使句子变得完整 教学重点四 common abbreviation 常用的单词缩写形式 我们现在在learn abbreviations 在中文就是缩写 Street ST 点 Júnior JR 点 R Road RD 点 Mr MR 点 这个是有一点最静所以有点特别的 因为你用了勺ware的时候 你可以说 Mr 谁 Avenue AVE 点 Cm Cm B saw BLVD 点 Inches In 点 Hour HR点 Doctor DR点 这两个都是 Doctor也可以这样子 Drive也可以这样子 Drive DR点 然后Pound 这个会有点 trick你 Pound是LB点 学习重点五 学会看日历 孩子们了解到 一年有12个月份 每一个月份的天数都不同 和我们小的时候 学习日期的方法一样 这是一月份凸起来 所以一月大 二月凹进去二月小 三月凸起来三月大 四月小 五月大六月小 七月大 然后八月的时候还回过头来 从这里继续数 所以八月也是大 也就是大的月份都有31天 所以八月大 九月小 九月就有30天 十月大 十月31天 十二月小 十二月也是30天 那么其中第二个月份很特殊 第二个月份是28天 有的时候有29天 根据孩子们的理解程度不同 有的老师会讲到 润年润月 有的老师并不会讲这个知识 为了巩固这个日历知识 老师会问孩子们一些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题 在九月份一共有多少天呢 这一年当中的第五个月份 是哪一个月份呢 How many Thursdays are in November 在十一月份当中 有多少个星期四呢 孩子们还学到了哪一个月份 是最少的月份呢 天数最少的月份呢 那就是二月份 一年当中有多少个月份 有31天呢 也就是多少个大的月份呢 一共有七个大的月份 背面呢 是他们的巩固练习 以及追加的巩固练习 通过这样不断的练习 孩子们学习了日历的知识 学习重点六 什么是明信片 如何制作明信片 老师会和孩子们一起动手 制作明信片 由于孩子们生活在Virginia 那老师给他们的布置的任务就是 那在你的明信片当中 画出Virginia的地形地貌 以及关于Virginia的主要植物 背面呢 是明信片 要寄给谁 在动手制作明信片的过程当中 孩子们更加的了解了 他们生活的地方 学习重点七 英文写作知识 在以往的教学中 孩子们学习了如何确定文章的主题 并且写出更漂亮 更生动有趣的主题 这一周进行的是巩固加强练习 老师首先要求同学们 在给第一组的两个图片 找到合适的主题 那么第一个图片 很显然 Uncle Joe Playing the Violin 这个主题是最好的 因为它既有人物 又有人物的行为 第二个也是一样 接下来的两幅图 选定他们的主题 你给他们写一个主题 紧接着在第二页 老师要求同学们读 这个小短文 然后找出这个短文的细节 要求写出它的四个细节 第三页 老师要求给这个细节 找出更合适 更有趣 更重要的细节 你的细节要更贴近主题 并且它更有趣生动 在最后一页 要求你自己选定topic 选定主题 并且写出四个细节 这个就是二年级孩子的写作训练 教学重点八 读文章 学英文 在第二十三周 孩子们学习的文章 叫做IKEAC 通过这篇文章 孩子们学习了一些重点的词汇 并要求掌握 还要知道这六个词汇的定义 并且能够运用出来 另外 读过之后 他们又进行了阅读理解 在第二十四周 孩子们学习的文章 叫做Each Kindness 同样的 他们进行了阅读理解的训练 并且掌握了六个主要的词汇 在二十四周 孩子们还读了两篇文章 一篇是nonfiction 一篇是fiction的文章 通过阅读这篇文章 找出里面相关的细节 也就是巩固了 他们在文法写作训练当中的内容 在第二十五周 孩子们学习的文章叫做 Somebody Loves You, Mr. Hatch 通过这篇文章还是一样的 他们进行了阅读理解 并且学习了六个主要的词汇 也就是这三周 一共学习了十八个主要词汇 这十八个词汇要求 会拼写 会读 会造句 会讲出他的definition 这十八个单词 我也把它写进了我的 这一期影片的描述栏里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仔细地查看一下 教学重点九 学习看时间 从第二十三周 一直到二十四周 一直到二十五周 这三周 孩子们不断地练习如何看时间 最开始他们学习如何看整点 半点 然后他们学习了 如何读分针的时间 再来就是如何读传统时钟 和电子时钟的时间 并且他们做了很多练习 教学重点十 数学 孩子们巩固了两位数的减法 还巩固了分数 以及在第二十五周的时候 孩子们进行了分数的考试 在课余的时候 孩子们还聚在一起 画画图颜色 以上就是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 第二十三周 二十四周 二十五周的学习内容 希望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订阅并分享 也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帮助我成长 这里是Jesse和Lily的小宇宙 我们下次见 Bye Bye